董青的老公蜜春雷,真是贪上大事情了 新增被执行案件,执行标的约7.19亿元 虽然对于这些土豪们来说,几个亿就跟闹着玩一样 但由于蜜春雷都失联好久了 看来这笔钱他肯定是还不上了,也不打算还了 此前网上就一直盛传 董青在出售自己的豪宅,疑似在回笼资金 即便可以出售,相信这个窟窿无异也是相当大的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再没钱也比普通人强几倍 而且对于董青来说,他完全可以效仿刘涛 想当初刘涛和王柯结婚没多久 王柯就破产了,还欠了上亿的债务 刘涛一边怀着运,一边照顾他 随后为了还债,五年拍了25部戏 大约给老公还了四个多亿的债 之后刘涛转型直播带货,倒也做得风生水起 可以说如今的王柯就是一个在家吃软饭的罢了 如果董青想效仿刘涛的话 替付还债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比如说做直播带货就是一个很好的路子 而且他如果愿意这么做的话 貌似网友们也是挺支持的 当然了,相信董青也不会走离婚这条路 毕竟都有孩子了,事情也都闹得这么大 再怎么想撇清责任已经于事无补了 对于董青来说,如果真的想做什么努力的话 首先就要让蜜春雷承担起责任 别人找不到人,你还找不到吗 如果真要替付还债的话,就应该早点表态 否则拖着这么多钱 蜜春雷又不露脸 真的是想依赖到底了吗